全球粮食市场不断动荡 我国粮食供应也可能陷入简章 首相拿多斯里伊斯曼沙比利今天宣布 为了确保粮食供应充足 从今天开始 所有食品进口我国都不需要有入口准政 除此之外 为了避免俄乌冲突严重的冲击我国粮食 伊斯曼沙比利也已经指示农业及食品业部 制定短期和长期对策 在粮食市场接连遇上危机之际 政府今天为粮食进口打开方便之门 首相拿多斯里伊斯曼沙比利 今天在首相署开摘查会上向媒体宣布 内阁今早召开会议时 决定采取重要措施 也就是废除进口食品的入口准政 这项决定从今天起生效 针对进口食品和入口准政的详情 伊斯曼沙比利透露农业及食品业部将做出宣布 与此同时 有关部门也接到指示 制定短期和长期计划 以确保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事冲突 不会对我国粮食保障造成太大冲击 根据早前报道 当通货膨胀遇上油价飙涨 外加极端气候 新冠肺炎以及俄乌冲突 重度依赖进口食品的我国 可能遭遇严重的粮食供应危机 数据显示 我国每年耗资500亿令吉进口各类食品 包括白米 牛肉 羊肉和包菜 另一方面 一些养鸡业者不满政府的肉机津贴 迟迟没有发放 愤而考虑关闭养鸡场以示抗议 对此伊斯曼沙比利承诺 农业部会加速处理发放津贴事宜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